这是宜兰苏澳籍渔船特红星368号 当中台积渔船在海上疑似是被印尼籍渔工杀害 今天中午的时候渔船反抵苏澳港 这渔工被压缺下船的时候 被害人家属气愤的来殴打渔工 现场情形交给大家 是的主播特红星368号渔船 今天中午已经反抵苏澳港 不过由于船长与轮机长下落不明 疑似被九名印尼籍籍渔工丢入海中 当这些渔工被压解下船的时候 二十几名家属群起围殴 因为渔工的罪行不可原谅 气氛的家属可说是见一个打一个 现场的情况几乎失控 在7月27号海岸巡方属巡护7号 是在吉里巴斯西南方623海里处 拦截渔船之后就发现船长陈德生 轮机长何昌龄都不见踪影 疑似在海上已经被印尼籍渔工杀害 这艘渔船是今年1月 从宜兰南方澳出港 7月16号开始就失去联络 海巡初步查出船长陈德生 疑似因为工作问题 跟渔工发生口角冲突 渔工气氛之下抓起船上坚硬的塑胶服裘 攻击陈德生 再将他丢入海中 渔工们之后又趁何昌龄不注意时 也将他推入海中 宜兰地方法院检察署表示 承办检察官将派员到渔船上搜证 并征讯九名涉案渔工 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看到特务新368号今天回到宜兰港 而现在呢 因为这疑似 这印尼语攻杀害台湾籍的船员 所以在现场爆发冲突